Hello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哈斯的CasinoLive官方中文解說喬治大家看的是6月5日的精彩手牌 那麼,這裡是LudaA圈同色槍口位的OBEN DLEN石鉤雜色DH79銅花 NICK的A3黑桃 FANPO這裡K勾7兩張黑桃,NICK納茨花聽牌 Luda卡順 石鉤有個對子 79雖然有個抵對後門花,只能說都有點關係吧 NICK用納茨花聽牌在有力位置去打 Luda這裡去跟住 Luda要不就算了 走了 那這裡又是Luda打NICK 啥情況 轉牌Luda有隊了 而且是第二大的隊子 過牌過牌 合牌前門花到了 NICK買花還是挺輕鬆的 Luda過牌尋求開牌 但這個牌Luda其實自己輸很多牌的 這個合牌 看NICK要什麼價值了 接近滿池2000 這個滿池對於Luda而言 是不是價格 他的牌比較弱 不是什麼很強的牌 支付能力有限 算了唄 Luda Luda感覺自己被炸了嗎 這麼難受 我愛一手27 2C這裡 Francisco跟NICK一個K勾雜色 一個A8雜色 開牌59勾 Francisco頂隊大踢腳 這27也沒動 轉牌來10 這個10很有意思 這個10現在NICK是兩頭搖 然後Francisco呢頂隊卡上順 同時呢 Luda卡個8 Luda打了1千 然後又跟住 合牌一張6 張6應該是沒什麼關係的吧 就是你告訴我說 翻牌圈你是個7-8的卡順 7-8卡順 那轉牌就到了呀 你7-8不是兩頭卡嗎 7-8不是轉牌就到了嗎 合牌一個超值下注 頂隊怎麼辦 輸對手亂七八糟各種各樣的兩隊 5-6 10勾 90 9勾 頂隊想不明白 尻下來學習一下 這個感覺好像這個合牌超值 就 顯得怪怪的 Sashimi的A10去Limp D人的10勾同色也在Limp 6-7方片開持90 同色CALL LudaK圈 在最好的位置去做擠壓 直接先把10勾紅桃和A10全部打飛 這裡6-7方片不立位置去防守 保留我的想法吧 我不知道是好的不好 我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這是個三人抵制 就是你拔牌大概就是個三人抵制 翻後這裡90中頂兩隊 K圈和67都是一個卡順 K圈卡上順後門花 67是中隊卡下順 這裡Luda要不要過牌啊 可以過牌的 兩高張卡順後門花 看一張也很舒服啊 這個面要是打一槍 被前衛擰了 還挺挺難受的 哎 後門花的概念又來了 翻牌沒人動 這DOTH拿著一個 感覺是很差很差的牌 這個67啊 就是在這個面上 是不算特別好的牌 去零打 Francisco90草花 頂兩隊 買草 買花 欸 這裡沒有再去做加注嗎 覺得自己太強了 那現在有個問題啊 如果這裡Luda有勾 他是什麼 嗯 勾圈或者勾勾 這種牌 他不是也就很輕鬆的扛下來 然後你合牌看到個8怎麼辦 現在要是合牌後門花 over後門花就有意思了 4 91就是好牌 我想講什麼故事啊 6 8天順 8溝天順 7 9 9 90好像沒有什麼看不太懂 先接了 90好像看不太懂先接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67 橫色你在這個地方不利位置去玩 這手牌 這手牌 唉不好的點 Francisco的AK Sashimi88的開持AK三半 加以為之大壯的A5黑桃 也是一個還可以的牌 自己有位置 相對於Francisco而言他是有位置的 但是對於Sashimi而言他夾在中間 這裡Sashimi是看到了一個flush card嗎 就是在錄到4牌的時候 5K 但好像大家也沒說什麼就無所謂 反後AK沒擊中A5中了 三人三敗底持A5中一個滿大撞 88也過牌 轉牌掉了一張9 Francisco開槍了 這裡大壯考得很快 AK OK 合牌 合牌一張圈 合牌不僅是張圈 而且是張黑桃啊 這張黑桃啊 這張黑桃 你 嗯 他想在那邊確認 從Luda手裡看到牌是不是黑桃 來排除大壯是買花 Rivered Ace High Flush 這 還是無關的吧 我覺得說白了 這對手還是可以有兩張黑桃的 不是說 那邊這個掉了一張黑桃 這對手就沒兩張黑桃了 這裡合牌打了一個半尺 A5黑桃 是call還是家住呀 啊 翻牌沒動 Francisco翻牌沒動 自己block一張A的情況下 像KK 也沒再去找了 啊 所以 沒再去找 弄娜茨花在攻隊面上 也沒有再嘗試去 打對手什麼 我其實也加住了 Trancisco也沒有支付能力的 他一個A High 一直往怎麼滴呢 兩手不同的A3雜色 DOTH70草花 K勾 打走一個A3雜色 打走一手跟自己一樣的牌 然後有一個頂對 後門花的助 DOTH A3卡4 哪有一招 卡4來一槍 我看他 卡四先來一槍 他 劣勢位置頂對直接你 打 A3 A3拷下來 轉牌一張八 你怎麼辦 你翻牌拧了一枪被别人扛住了 5000的底池下注了2000不到啊 又是一个很弱的下注 就是这样打这里就感觉自己就很像很像一个单七 然后踢脚还不强的状态了 Ruda靠下来 合牌张6 现在是单四沉顺了 8600的底池3500 翻牌拧了以后转牌和合牌都是小注啊 我感觉Ruda靠下来他不像是纯准备买的 他是想着好做的 来了 所以顶帝到底为什么要给自己出题呢 你在这个牌面上 你在这个牌面上给自己出题 主要是合牌跟转牌的下注尺度 我觉得有点太怪了 你想表演自己是一手强城牌 转牌这个面上 就不太像是这个尺度了 Ruda连续做跟注啊 他合牌其实因为你合牌打的这个注也不是很重 你合牌打的也是个情主 他Rade到这个9000其实就是个三倍嘛 而Ruda翻前又在那边开驰 嗯 他这个就是现在这个7就输很多牌就很怪 但是Ruda没有操作到对手 被DOTH顶队抓住了 虽然我觉得这手牌DOTH抓了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手牌 这个操作是一个很好的操作 这个顶队去拧的这个行为 尤其是不立位置 非常之尬 Ruda圈9杂色又开了 DOTH69杂色又call了 上一轮没没把你打走是吧 这轮看我想办法 我来想办法 Ruda翻后有一个中队 转排一张顶队 转排一张叠牌的K DOTH借K打出来 那我觉得Ruda call的很轻松啊 你既然借K打出来 那这个合牌你就来一枪中锤呗 合牌 红桃石前门花还到了 好自己开不了牌了 你要表演这张K 是不是得打中阻 好来了 那这里就很对 直接一个9千 一个一倍超尺 把Ruda打飞了 前门花到了 对 合牌其实红桃还是帮助到的DOTH 因为他这个牌 也有很多买花在那个地方 翻牌由于没动的时候 转牌自己去零打 是有可能的 五六方片三四方片 五六方片三四方片 大众的七七和Luda的2222是D set 但是这个面上五六方片和三四方片都很强壮 只能说在他们自己的视角里 像是一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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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硬抢 这牌这个面我觉得路代应该不太会走吧 就感觉他输的牌就只有一首44了 你当然见于Francisco的形象可能还有一首拳拳 可能吗 主要这个面买牌也太多了吧 这也是一个太多买牌的面了我觉得 那这DOTH怎么办 自己买这个重队买花 这个花买的也太小了 买个四花 你买个四花 现在你最怕的一件事情是对手如果在这里也是一个买花 嗯 嗯 负了吧应该就是 还是说他只是给大众看一看 为什么会迷信重队买花这种概念啊 你 啊 我觉得这里你买个如果是A3A3草花对吧 我觉得或者是A4草 A4方片或者A3方片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出发 我觉得可以出发这三四方片 这个这个叫Slow Play吗 你这首牌真的是配 在在翻牌圈做掐住的牌吗 扛着all in接all in的这个牌 Ludar 不太差的我说实话 就虽然Ludar范围很宽 但他一般主动all in 别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机 但他接别人all in的时候 手牌质量都很高的 都很高的 真的都很高的 所以Ludar在我的视野里感觉Ludar至少是一个顶对顶提起步的 DOTH 心不甘情愿的货牌 但我觉得 嗯 转牌一张红套屎没帮助 Francisco 这讲道理被DOTH拿得太多奥次了 OK 所以Ludar直接把Francisco清台了 这干嘛呀 哎 奇奇怪怪我只能说有点奇奇怪怪 大壮A10 翻后没内容 这里DOTH 击中一手中赛 K勾也没东西 转牌 转牌K勾有东西了 双百花的面自己中一个顶对 挂还OK的踢脚 爸爸继续蹲 打了一个一天底只打了个600 很标准的60% SAT在这里 这个面上 应该 蹲不住 2100的加注自己顶对带一张钩的红桃 所以对手没有石钩红桃这样的牌 对手没有石钩 盒牌白牌很干净很干净 呃 看这里88要问对手要多少的价值了 要一个9000 又是超时1.5倍左右吧 底池只有只有5000吗 顶对抓鸡 顶对抓鸡 失败 敲敲桌子 这经典经典剧情 顶对抓鸡失败 你大 说实那句话 你大 说实那句话你大 呃这里68方片 不利为之又去call了 卢打A9杂色 庄位的开持 可以使杂色 三人的open体持 翻牌 478 68 顶对抽一个卡顺 A9是纯粹没什么内容了 打一枪call一枪 转牌5 诶 转牌这里直接到了 转牌这里 4 5 6 7 7 8 大壮又打一个青柱 双花面 露大呢如果上面上再发一张6的话 他可以变成56789 大壮拿着这个顺子 没没没怎么操作 合牌一张三后门的话到了 特牌过牌露大师有什么点子吗 特牌过牌露大师有什么点子吗 嗯 露大打这个4000 讲啥故事呢 7000里吃打4000 什么故事会比较合理呢 在大壮的视野里面他向后门花吗 这里是不是有6应该就call了输个69是吧 对啊我感觉是不是 露大讲的这个故事太极限了呀 就是比较比较比较极限 不是说讲的这个故事很差 就是这个故事 很难让6拒绝你 就是6可能就觉得就是如果你大我就给你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NIC的AK一开始所有人都要玩 走不了一个人 AK最讨厌碰到这种情况了 翻后五六圈 呃Dillon中了 啊 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大家收益都是比较大的两高章 这个DOTH要买卡顺 两个顶对的都没走嘛 顶对的一个是打一个是call嘛 哎转牌一下就买到了吗 这么轻松吗 这里 大壮反而又 翻牌Dillon自己先打的 大壮自己转牌用顶对又先打出来了 这个也是 很神奇我只能说 然后Dillon继续call 好 那这里转牌 倒下去忍不了了 得造了 我拿着NAS得造池了 不能跟你们嘻嘻哈哈了 大壮这个顶队 肇事逃逸 我惹了货我先走行不行 我不跟你玩了我先走行不行 Dillon被装进去了 只能说Dillon被装进去了 对了 合牌一张钩 合牌一张钩 倒在H又是一个经典满池 哎呀这里要是大壮不走 合牌还中个顶两队呢 嗯 这顶队 多人底池 输很多东西啊 这是一个翻前 这七八个人的底池 五六也输 六八也输 赛特也输 顺子也输 就这种时候顶队其实很脆弱 输太多的牌了 翻牌没有买花只有买顺 嗯 赢的组合是七八 翻牌圈的两头咬 转牌圈 中队买顺 然后合牌破产去bluff 呃但同样的 你这里也可以说对手有四七的两头咬 四七两头咬一下就中了吧 在这里顺子 我觉得这个顶队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顶队 其实转牌圈 尻下来也行 但合牌圈这个超时 其实抓的频率应该还满持 抓的频率是不是 可以放低一点呢 陆大的AK同色遭遇Dylan99的三败 大壮A勾红桃冷尻三败 Dylan后手仅有一万 OK打一个5000 打Dylan后手的一半 那Dylan这个99 只有这么一个那个啥了 只有这么一两个选项了 Dylan's only got 11k behind probably going to be a fold or shove it spot here for Dylan and he's going to shove it here he's going to pick a good time to do so up against some eight x hands 这里99推出来 AK接住 一个翻前的26000的抛影币 26800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想一想 小黄帽和Alan Keating 那个200万的翻影币 5秒之中就做撤决定 非常的可怕 这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都结束了 你说Dylan做错什么了吗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带硬币是很无情的 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狗八杂色 Francisco1010冷call LudaA10杂色 枪口味的开持 我说实话 今天这场DylanH有点搞 Luda这个A10能忍吗 忍了 没有再打回去 他忍了 然后这里 大家都没击中 1010目前是最好的呗 300 300抵持GK表演 打700 打700是什么意思 打700 这打700 是Luda甚至带张A套 都不一定能走 但这个Luda手里排也没有草花的 转排张6 这DOTH又开始神神秘秘 不会卡这个7了吧 这也能卡到吗 但这里前门花也到了 很巧妙 Luda这里A10 想去讲这个前门花的故事吗 开讲 6000抵士塔4000 讲前门花的故事 这DOTH用顺子去COS钱 结果Luda自己是个bluff 那一看 那你拿走呗 那你还能咋地 他没想到对手 还能有个顺子吧 应该 他原来以后对手 就一队什么的 这很抽象 这个顺子就 说白了这个顺子就很抽象 那今天最后一手牌 这Luda实在是受不了了 38红桃 玩一手 哥们儿已经忍很久了 你们在干嘛 受不了 给Open的打走了吗 DOTH A7杂色 3-3-8 红桃 打Francisco K10杂色 Francisco Francisco 有个顶队没踢脚 但这里至少有一到两枪左右的价值吧 只要排面不出现单张花 顶队防守一次肯定是有的 这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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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da拿下垃圾排三败翻 后中一个 天花还是有实力啊 转排一张白板 顶队前卫继续过排 Luda 他估计把对手就放在顶队或者抽一个A花上吧 第二枪 8100的敌持打6000 好重啊 好重的下注 顶队面对这个价格 不是你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call了以后和牌咋办 自爆了 自爆卡车 怎么这个顶队又all in了嘞 怎么又自爆卡车了嘞 那今天这一期就到所为止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的是 谢谢大家